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推动后 到目前为止成效如何呢 市长谢国良在市议会的市长施政总报告时 坦诚申请人数少 目前申请出去30台电动机车 不如预期会继续努力 我们目前在这个 已经在南站将我们的这个展示中心已经上路 目前申请的计划 我现在手边所拿到的 针对于光阳的电动机车的申请数 目前一共有29台 然后针对于中华汽车的部分 目前有一台 感觉执行率目前来看 能够有待人有待提升 我们现在针对这些相关的反馈 我们也要求厂商要来继续的进行降价 厂商目前也有一些相关的回应 那然后我可以跟议会大家来共同的来就教讨论 不过提供青年朋友 这个免费的电动机车 然后请他们缴月费 或者是用公益的方法来减轻大家的负担 这一点还是我们公益青年电动机车 目前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核心主轴 未来仍然会继续推动 而市议员则是要求市长放过基层的民政人员 不要让他们因为要推动电动机车申请案 而加重他们的负担 电动机车这个政策 从10月2号开始到现在 目前只有30个人来申请 但是就我所知道 所有的区公所都为了这个政策的绩效疲于奔命 他们还要通报很多的 我们的基层的建设改善 他们要配合我们关心市民 还要配合办理很多的活动 这么多的事情之下 他们居然还要去做这个 业绩的这个压力去到处去推销 那我们的公务人员的健康 还有我们这些工作的被排挤的这些效能 其实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下去 他们就是我们公务人员的这些事情 都是我们的财产 那为什么市长可以这样子 浪费他们的这个 浪费我们的公帑 你讲是服务啦 但是我感觉就是在协助业者做销售啦 我们不需要讲 业者是在基隆市赚钱的哦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是由我们李干事来协助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说实在来李干事到年底 他现在有多少工作你知道吗 我讲哪怕如果每天还要派一个李干事在那边 职请来协助业者销售的话 我觉得这会给我们基层的人力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在这边等一下是不是可以请市长 就答应我们 现在开始该销售该做的就是业者他去做的事情 请不要再把我们的基层人力拿去做 他们不应该做的工作 对于议员的直询建议市长谢国良背询时表示 当初以为申请电动机车的民众会像洪水般的过来 所以才会布局很多驱公所的人力 不过现在申请速度没有这么快 因此市长在议事厅当场指示民政处长张渊祥 可以做一些调整 让民政系统人员放松一点 做正常的业务 不要让大家累到了 电动机车 因为跟那个华家院包括 那时候是以为会有洪水般的很多人来申请 所以我们是布局了很多这个驱公所的人力 准备要来协助 因为我们不想说在这个申请上面给大家有延误 不过看起来现在申请的速度不是那么快 所以一方面我们会检讨这个条件 那这个e-moving有承诺我们要降价 那我们希望尽快把方案拿出来继续落实 那这个我们会请民政系统 如果有工作的这个负担过重 因为现在申请的件数到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负荷量这么大 那大家就可以放松一点 正常的去做一些一般业务 以及接受这个电动机车 青年电动机车的一个申请等等 那这一点感谢您给我们的民政系统的提醒 也不要让大家累到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谢谢议长